两名黑衣人飞身持剑 十次梅长苏 却被突然出现的飞刘拦下 飞刘以一敌二不落下风 打斗中 其中一人抓住机会 再次对梅长苏发起攻击 飞刘剑撞 立刻赶去支援 只见梅长苏左右闪躲 对方的剑招均被他惊险躲过 就在对方即将得手之时 飞刘终于赶到 越起后连续挤脚踢向刺客 突然间一声大喝传来 原来是蒙知道了 两个刺客见状只好撤退 梅长苏却不知道 这一次袭击 只是谢宇的试探而已 他只想看看 梅长苏身边是否仅仅只有一个飞刘 而得到答案的谢宇 下次可就是动真格的 次日 梅长苏听说 蒙志为他找到了一处绝佳的宅院 于是便专程赶来 据蒙志所说 虽然此处宅院与晋王府邸分别对应着两条街道 但其实 两处房子仅仅只有一墙之隔 就在梅长苏一或蒙志为何会知道的时候 只听蒙志说道 这天夜里 萧锦锐向母亲请安过后 转头去了梅长苏住处 突然 几名黑衣刺客出现 瞬间就和飞流牛打在一起 就在这时房顶上 又来一批刺客 静止冲向梅长苏房间 萧锦锐毫不犹豫 瞬间冲去阻拦 正在与刺客交手的萧锦锐 突然发现一名漏网之鱼 冲向屋内 他连忙追了上去 进屋后 却遇到了暗中 一直保护梅长苏的梨刚 看着倒在地上的刺客 虽然梅长苏一在阻拦 萧锦锐 还是选择了揭开刺客面巾 当他看清对方长相后 猛然一阵 好像根本不敢相信 是我爹身边的一个侍卫 萧锦锐眼神空洞 失魂落魄地坐在那里 难过 愧疚 涌上心头 他无法接受 自己最信任的父亲 为了挡争 竟然可以指使杀手 在府中暗夜杀害自己的好友 可梅长苏并没有怪他 反而一直在安慰着他 当他离去的时候 梅长苏的话 还是不停地在脑袋中回响 只要你可以保住本心 看得出对错 变得出真假 又有什么难关上熬不过去的 就像外面的这场雪 越下越大 越下越猛 可是你我都知道 它终究是会停的